威尔逊不满丁俊辉在一号台 我得裸体打球才有这待遇 北京时间11月2日消息 据英国媒体Metro报道 在2021斯莫克英格兰公开赛资格赛后 现世界排名第5的英格兰球员开检威尔逊 调达了对自己被安排在2号球台比赛 而丁俊辉被安排在1号球台比赛的不满 中国一个丁俊辉 目前世界排名第10位 自今年2月份在威尔士公开赛上 4比1战胜吕浩天以来 他连续259天 没有赢过一场比赛 并且还遭遇了跨赛季的5连败 Metro在报道中写道 一般来说排名最高的球员将在1号台比赛 但在某种情况下也会考虑其他因素 赛后他告诉Metro说 我期待着再次参加三大赛 因为我知道我会回到1号台 当被问到他是否觉得他没有得到英罗的曝光率时 K检威尔逊直言非常严重 我感觉我总是被扔在2号台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认为每场比赛都能看到相同的面孔 只会越来越无聊 总有一天 这些人会退役 他们将不会再像他们现在所处的状态 我感觉 他们需要给我一点而帮助 让我的脸再嘟漏一路 而那就是你在这项比赛中 获得新楼像的方式 所以是的 是有点而抱怨 如果你一直待在角落里 而不是在转播球台上 那意味着什么呢 很希望 那会到来 这位29岁的球员还开玩笑说 他可能会不遗余力的去争取在1号台上露面